分心 你真正念佛的时候 很专注念佛的时候 是无量的觉悟的 所以各位联友 希望你真的欢喜心 学习佛法真的要多听经 要闻思修 我在这里不是去教训你 我没这个意思 师父真的欢喜心 鼓励你们 我发觉很多人很有善根 很虔诚 很精进 可是呢 没有善知识教 对于真正修行的道路 都不清楚 都听人家乱乱讲 都不愿意读经 听经 对不对 所以你要了解佛法浩瀚如海 所以也有人曾经挑战我 你讲了这么多有没有用 绝对有用 我跟你讲 我这一生有很多的功德力 就是我从发愿奖金来的 我也修持 所以你不要呢 联友里面常常会讲 对不对 看那么多佛书有什么用 其实你也讲这句话是在棒佛法 你知道吗 佛法一定有用的 只要看你怎么用 佛不会讲没有用的佛法 了解吗 释迦牟尼佛在本身经过去式里面 为了一句一句 他可以舍自己的身 为罗刹鬼 就希望罗刹鬼为他说佛法 我们现在的人呢 对佛法不会很珍惜 也不会很精进 所以你要知道 供佛的时候 是一刹那之间 没有次序的 无量无边的诸佛 都欢喜 接受你的供养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 普等三昧 愿的这个愿力 以及普等三昧的功德力 禅定功德力 大臣的止观 接下来再看 供养无量不可思议 诸佛是尊 而不失定义 假如不这样 我就不成佛 接下来再看 卫义四十五愿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为什么四十八大愿 出入这么大 就算呢 各位一般读的 康生凯的版本很好 英光大师也赞叹这一本 可是四十八大愿 他也不全 所以为什么会有 会几本出世 他有他的因缘 也不像很多人呢 从来也不读会几本 也不读五种翻译版本 就开始批评乱乱讲 其实我觉得 外道很容易棒佛法 佛教徒若学的呢 不好也很容易棒佛法 再看下面一愿 四十五 假如我成佛的时候 五十三页 第二十七 二十九行 四十五 假如我成佛的时候 他方国土 你看这里就讲得很清楚 极乐世界以外的他方国土啊 诸菩萨众 只要闻到我 阿弥陀佛的万德鸿名啊 都会获得普等三昧 注释三昧至于成佛 常见无量 请把常见画起来 幻灯片里面 我用红色标出来 定中可以常常见到 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界的 一切如来啊 所以没有一尊佛会漏掉的 当然也会见到弥勒菩萨 当然也会见到释迦摩尼佛 你当然也会见到 无量无边的诸佛 所以阿弥陀佛发愿 他不是只可以跟我阿弥陀佛学 不可以跟别人学 他没有这样想 他希望你来到了极乐世界 因为他的功德力 让你随时随地 都可以供无量无边的诸佛 而且可以清净 无量无边的诸佛 学无量的教法 但是呢 晚上的时候 欢迎你还是回到极乐世界 为什么 极乐世界呢 早上跟晚上 顺着众生的习性 怎么判断呢 是莲花打开跟合起来 打开就是天亮 合起来就是晚上 其实这是对中下根性而说的 事实上极乐世界 没有白天也没有晚上 因为大家都在禅定当中嘛 没有执着时间跟空间 所以他是普等三昧愿 而且定中 常常见无量诸佛 定中可以供养无量的诸佛 所以我苦口婆心快 讲这么久 我想你应该发愿去极乐世界了吧 极乐世界是真的很殊胜的 是真正很殊胜 你越深入 你会觉得阿弥陀佛真的太了不起了 请看五十四页 五十四页 第二十六行 唐义 唐朝 大宝 大宝基金 无量寿如来会 偶义大师最赞叹的是唐义 他不是赞叹康生凯那一本 唐义是偶义大师最赞叹的 请看经文 四十二月 若我成佛的时候 与佛差中 其他佛国主大中 所有的菩萨 闻到我阿弥陀佛的患得鸿鸣 假如他不 假如他不善巧地能够分别 所有各种殊胜的三摩地的语言跟文字的话 事实上 佛在大乘经论讲 三摩地是有很多很多的三摩地 三摩地也叫三昧 举个例子 华言经有华言三昧 你修法华经有法华三昧 修净土中有念佛三昧 假如你观佛像的话 叫有观佛三昧 所以事实上有无量无边的三昧 所以你对无量无边的三昧 你都会通达 他的语言文字 假如阿弥陀佛发愿说 假如对一切的三摩地的语言文字 跟功德跟修行方法 假如都不了解的话 我就不成佛 换句话说 阿弥陀佛加持你 会对于所有的法门 你都会通达 特别注意听很多老菩萨 很多老菩萨有来问我说 师父我读的书很少 我又没有学华文 小时候做工很辛苦 我都不太懂得字 怎么办 没关系 到极乐世界 你可以学无量的佛法 阿弥陀佛永远欢迎你 而且不用注册费 他永远欢迎你 会鼓励你学习 你知道吗 在我们台湾 有很多老菩萨 在民国三四十年代 因为历史的因素 从大陆迁到来台湾的时候 中国跟台湾是分开的时候 很多老菩萨都不识字 可是他在庙里面学诵经啊 普门品他可以一个一个字都念得出来 阿弥陀佛经他可以全部都会背啊 为什么 因为阿弥陀佛加持你 让你自信的智慧显现 所以很多老菩萨 你不要因为你学历低 你看不懂佛经 然后呢 你就放弃不要学佛法 不要这样太可惜 你好好念佛 好好念大悲咒 念心经 念观世音菩萨 慢慢慢慢你智慧开的时候啊 很多经论你会听得懂的 为什么呢 因为语言跟文字是空性的 是从你的心中像泉水一样 英文叫Phantom 泉水一样 它是会涌现的 再看下面 菩萨诸彼三摩地中 于一刹那言说之请 假如不能供养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 无等诸佛 又不能献重 六三三摩地 六三三摩地 就六种三摩地 这里讲 有六种特别的三摩地 所以 假如不这样的话 我就不成佛 所以 换句话说 极乐世界可以帮助 他方世界的菩萨 通达无量的三摩地法门 接下来再看四十五 若我成佛 他方菩萨 闻到我阿弥陀佛的万德鸿鸣 接得平等三摩地门 把平等三摩地门画起来 平等三摩地门就是 普等三昧 这是另外一个翻译 所以可见平等心很重要 我多年前来新加坡讲 十大愿王第一愿 礼敬诸佛愿 就是要修平等心 平等心是因 成佛的时候呢 会得到平等性质 佛有五种智慧 其中有一个叫做平等性质 所以平等心是因 那他修的助缘 就是平等三摩地 对一切的众生都平等 举个例子 再说一下 举个例子 你看到蟑螂 你生起平等心吗 我可以告诉你 圣人跟我们凡夫 看到蟑螂都不一样 假如蟑螂的小蟑螂 看到自己的爸爸跟妈妈 会非常的喜欢 跑过去have a hug 因为他是我的爸爸跟妈妈 我们人看到蟑螂的呢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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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远一点 为什么 因为我们觉得蟑螂有细菌 我讨厌它 你是用你的价值看 那你有没有想过 阿罗汉呢 看到蟑螂是怎么样 阿罗汉会看到 这个蟑螂的过去 现在跟未来 有缘就帮它 阿罗汉持不杀身戒 所以 蟑螂看到它 它也不会害怕 它就走 那请问你有没有想过 观世音菩萨看一只蟑螂 怎么看啊 你有没有想过 观世音菩萨看蟑螂的时候 有好几个角度 第一 它会看到它 它也有佛性 蟑螂心中也会放光 它也是未来佛 这是从圣意地讲 第二 从世俗地讲 观世音菩萨也会看到 这个蟑螂很可怜 堕入在畜生道 受苦 同时 观世音菩萨也会看到蟑螂 过去 现在 跟未来的 因缘果报 第三个 观世音菩萨就会想 这个蟑螂 多生多结 我怎么样可以帮助它 所以观世音菩萨 就用神通看 原来多生多结的蟑螂 有意思当人 它喜欢什么东西 我就呢 观世音菩萨就变了个东西 先给它吃 它就会生欢喜心 观世音菩萨就会发出声音 为它说佛法 观世音菩萨是这样看蟑螂的 了解吗 所以学佛的人 我们讲不要杀身 不是说压抑自己 说我不要做 我不要做 你看的角度呢 来 看这里 就像沐鱼一样 请问沐鱼是圆的还是扁的 回答我 怎么你们都笑了 入微笑三摩地 都不讲话的 好 那不讲话 我们就结束 下课了 请问沐鱼是圆的还是扁的 好 认为是圆的请举手 你确定吗 好 手放下 你认为沐鱼是扁的请举手 好 也有小妹妹举手 请问你认为沐鱼 也是圆的也是扁的 同时的请举手 好 手放下 你看不到沐鱼的请举手 因为我怕有些人看到空性 答案是沐鱼又是圆的又是扁 要看你哪个方向 对不对 侧面的时候是扁的 这样的话沐鱼是圆的 所以注意圆的跟扁的同时都发生 存实存在 我讲这个目的地告诉你就是 观世音菩萨看众生就是这样 这样的话他才会生起大悲心 去深深逝逝度这个蟑螂 这叫众生无边誓愿度 我再举一个例子 新加坡没有风灾也没有地震 假如像我们台湾有水灾也有风灾 有时候台风来了 有一次在乡下 假如在乡下你们台风来了的时候 突然有一只蟒蛇跑进来的 你怎么办 那假如那个蟒蛇还会跟你讲话 Hello I was your mother 我以前是你的妈妈 那请问你 我们一般看到蛇 还有call the police quick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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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l the Singapore zoo quickly quickly 那我问你 你为什么没有看到蟒蛇的佛性呢 你真正看到这样的时候 你生起大悲心 你念佛的时候 蟒蛇也会恭敬你 所以听闻佛法是要转变你很多 不太正确跟不太完整的见解 所以下次你看到蟒蛇的时候 你试试看 你看到蟒蛇什么 你不是讲众生无边誓愿度 听好 蟒蛇若听阿弥陀佛佛号 它也可以往生极乐世界的 所有一切的众生 都可以去极乐世界的 所以蟒蛇成佛 还是你先成佛 还是不知道的 所以这样的话 你就会生起一切的众生 你真的会生 很真心真诚的礼敬它 不是假假的 蟒蛇先生 你有佛性 赶快走赶快走 我现在还是讨厌你 对不对 所以平等三魔地 是非常重要的 平等心是因 平等三魔地是圆 成佛的时候是平等性质 所以平等心是佛教 很重要很重要 而且佛教徒看非佛教徒 也要有平等心 在新加坡是多元文化 多元宗教 纵使他不是佛教徒 是印度教徒 基督教 天主教 道教 一贯道 我们也要对他有恭敬心 因为他有佛性 我刚才说 来生一头太转世 谁先成佛都不知道的 你不要认为 我的还修得不错 你的傲慢心 可能就遮住你的平等三魔地了 了解吗 再看下面的经文 五十四页 第二十九行后面 注释定中 常供无量无边的中佛 乃至于成就 无上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之前 他永远不会退转 假如不这样 我就不成佛 所以你看阿弥陀佛发的愿 真是广大无边 所以为什么 无量寿经赞叹阿弥陀佛是 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这的确有道理 不是说其他佛就不好 不是这样 而是以他的大愿心 大功德力 还有他度众生的大悲功德力 而来说的 以及他成就的极乐净土 好 现在再看 宋义 五十四页 第三十一行 因为这两愿非常重要 所以我会用多种版本讲 请看三十二愿 是尊我得菩提成正觉以 所有十方一切的佛刹 诸菩萨众闻到我阿弥陀佛的名号 应时正得极尽三菩提 请把极尽三菩提画起来 它就是另外一个叫做 平等三菩提的另外一个翻译 平等又翻成为极尽 注释定义于一念中 得见 把得见画起来 你可以看到 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诸佛世尊 而且可以成事供养 成就阿弥陀佛三秒三菩提 再看三十四愿 世尊我得菩提成正觉以 所有十方一切的佛刹 诸菩萨众闻到我阿弥陀佛的万德鸿鸣 都会升起广大的欢喜心 稀有心 世人记得 请画起来 普遍菩萨三菩提 对不起 普遍 普遍 菩萨三菩提 这是另外一个翻译名词 普遍 菩萨三菩提 注释定义于一念中 可以得志 得志把它画起来 你亲自 阿弥陀佛加持你有神足通 你亲自可以到他的佛国土 当然你可以到东方要是净土 你也可以回到灵鳩山 见到释迦摩尼佛的灵山会上的净土 所以可以得志无量无数不可思议的诸佛差中 而且你会恭敬尊重 而且广修供养 而且向那个佛请问无上的佛法 最后因为供佛你得到无量的福报 文法得到无量的智慧 大福报与大智慧圆满 所以你就可以快速成就 阿弥陀罗三妙三菩提 最后一刹那之间 你还是会回到极乐世界 感恩你的老师 西方阿弥陀如来 为什么呢 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他发了这么大的愿力 你才有这种功德 一般我跟你说 这样的功德你是做不到的 只有八地不动地的菩萨 在《华严经》里讲十地法门 八地不动地的菩萨 才有这样的功德力 现在告诉你 现在往生极乐世界 你纵使的都还是普通的初学者 你一样可以得到这个功德 这真的很超乎你普通的逻辑 超乎你普通的思考 因为那是阿弥陀佛的大愿 大愿是超乎科学跟语言逻辑的 好 请看下面幻灯片 所以为什么讲 西方极乐世界净土 这张是清朝一个画家画的 原版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院 你看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 跟大世俗菩萨就是做的 这代表有 普等三昧三摩地 平等三摩地 因为他的心都在定中的 所以修止观是很重要的 很多人喜欢念佛而不喜欢止观 其实 你是不了解念佛三昧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再看阿弥陀佛 这种阿弥陀佛有一点西藏的风格 因为中国人阿弥陀佛是金色的 可是这张你注意看 阿弥陀佛的袈裟是红色的 因为在西藏里面阿弥陀佛是红色的 他按照五步的西边莲花步 莲花步的本尊阿弥陀佛是红色的 西藏人认为红色是代表 福德智慧都圆满真上的意思 所以西藏的拉玛他们穿是红色的袈裟 所以你看这张阿弥陀佛 他就结上品上身印 这样叫结常定印 若有机会你去东密或是日本 尤其是日本 日本还按照阿弥陀佛有九品莲花 所以阿弥陀佛有九品不同的印 这样子叫上品上身印 中间叫上品终身印 而至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子 Hello 这样对不对 这是接下背众生的 对不对 有人说集来哦 集来哦 来拜佛了 来拜佛了 不是这个意思 是佛他有接众生的手印 也就是说在灵命中的时候 从佛的手印也可以看到你正的品位 这是在东密的净土中里面还保留着 在我们大乘里面就比较少讲这些 所以阿弥陀佛这张是他注镇定剧院 而且他是上品上身印 再看阿弥陀佛可以光中化佛无数亿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可以到十方佛国土呢 去供养一切诸佛 见十方一切诸佛 也可以供养无量无边的诸佛 甚至听闻无量诸佛的教法 所以你们在畅战阿弥陀佛光中化佛无数亿 你怎么想呢 就按照这张图片观想 你要用心去观想 那样的功德力会更大 好 接下来看五十五页 五十五页第四行 新三 第四十六页 霍陀罗尼院 请看经文 我作佛时 他方世界 诸大菩萨众 只要闻到我阿弥陀佛的万德鸿鸣 就正离生法 离生就是离开 所有一切六道众生的轮回之法 获得种植陀罗尼 陀罗尼简单地讲就是咒语 像我们念大悲咒 叫大悲心种植陀罗尼 换句话说 所有无量世界的菩萨 因为闻到阿弥陀佛的名号 对无量无边的咒语 他都会通达 对无量无边的经论 他也都会通达 为什么 都是从你自信中显现的 这叫霍陀罗尼院 请看 新四 四十七 文明得忍愿 继续经文说 清净欢喜 得平等住 把平等住画起来 你看平等心又很重要 修菩萨行 具足得本 应时不惑 一二三忍 接下来 新五 四十八 现正不退院 于对一切过去 现在未来 一切诸佛的教法 假如他不通达 不能够现正 现正注意听 他不是只是知识经验 而且他真正修持 证悟到 当下 现是指现前 正是指证悟 而且假如对于 过去现在 未来的诸佛的佛法 不能当下 现前能证悟 而且得到八地 不动地 不退转的话 我就不成佛 所以四十八愿 叫现正不退院 而不退转呢 在华言经里面 十地里话讲是 八地 不动地菩萨 在阿弥陀经里面讲 众生生者皆是 阿皮拔治 阿皮拔治就是这里讲的 不退转 这三愿很深 我会慢慢讲 请注意听 先讲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在过去世的时候 遇到千光王进驻如来 他当时是出地菩萨 他由凡夫而证为圣人 出地欢喜地 非常的欢喜 他可以震动一百个世界 见一百个世界的佛 做他的老师 可是呢 观世音菩萨就生生世世 发大愿 广度众生 可是有一天啊 他非常非常的难过 为什么呢 他看到所有的众生啊 他帮助了他 满他的愿吗 然后他继续又造恶业 就轮回 所以所度的众生啊 就像大海里的鱼一样 头出头没 就像那鱼呢 有时候被捞起来 最后呢 他又跳回大海里 所以他觉得 我生生世世 帮助这么多众生 满众生的愿 众生都是临时抱佛脚 有事情来求我 等满了他的愿了以后呢 又继续造业 所以他就 或业苦 或业苦 继续轮回 所以他突然就很难过 觉得众生很难度 这时候他遇到了 千光王静柱如来 是他的老师 就叫他说 善哉观世音 善男子发菩提心 你不可以放弃 然后他就跟他的老师说 众生很难度 菩萨很难做 我有时候也会退到心 怎么办呢 千光王静柱如来 就教他念 大悲心陀罗尼 就是现在我们 汉地念的大悲咒 所以他的老师就教他念 大悲心陀罗尼 大悲观世音菩萨 听得非常的欢喜 就念 从一念顿超 从出地菩萨 一念顿超 变八地不动地菩萨 这时候他就变千手千眼 发愿尽未来即度尽 一切的众生 他才成佛 所以你不要小看 从这个故事可以告诉你 念大悲咒 可以正到八地不动地菩萨 你看观世音菩萨就开始念 开眼含笑 何掌念 大悲心陀罗尼章句 就开始念 那么何来的那多来呀 那么我利也讲念 然后他念一遍而已 三合大地就六遍震动 所有的众生正果 然后发菩提心 正出地 二地 三地 全部的众生都发无上的菩提心 也满他的愿 而且所有的众生最后都成佛 请问我们各位 我们念大悲咒的时候呢 娑婆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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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见了 还念错 对不对 然后你看呢 观世音菩萨念一遍大悲神咒而已 所有三合大地的众生 都证无上的佛果 我们呢 证水果 念完以后就佛 谢谢你 供养完了 就切下来 所以新加坡人最喜欢供的 榴莲 对 因为供完了自己可以吃 为什么 这有几个原因 第一 观世音菩萨的心很真诚 第二 他的心很清静 第三 他在圣深的禅定里 第四 他的念力广大无边 第五 他的大悲心很圆满 所以观世音菩萨念一遍大悲咒的力量 比我们还大 讲到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咒 我是很欢喜 因为我也修这个法门 台湾有很多很多人得了癌症 医生已经说没有救了 我就劝他念观世音菩萨 念大悲咒 一天念二十一遍 佛经是规定至少念七遍 最好念二十一遍 喝大杯水 我念四十九遍 甚至还有些连有一天念一百零八遍 然后念普贤行愿品 连续念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最后身上的癌细胞通通都没有了 连医生都觉得不可能的 为什么 医生只能医你的病 但不能医你的业 所以对任何一个法门 你都要有信心 一个观音法门 就可以让你从 一念顿超越八地亚 不动地菩萨 当然念大悲咒 当然很好 你也可以挥向 一样我也可以求生极乐世界的 但是有一个我要提醒你 咒因为很长 是对峙你的散乱心 所以你的精神好的时候 你可以专心念大悲咒 可是你会发现精神不好的时候 你重感冒或发热的时候 嗦婆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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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念不出来了 所以临终的时候 不要念咒 念佛号 会比较有力量 因为临终的时候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四个字很好啊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我六字大悲咒 越短啊 它越有力量 不是说念咒不好 而是在临终的时候 业力献前的时候 你要专心念佛 所以古人有一句话说 念经不如念咒 念咒不如念佛 是指临终的时候 假如你临终之前 你还能够背得起经文 那很好 你可能念大悲神咒 那更好 但是不能的话呢 通通都放下 你就专心念佛号 那是指针对临终 四大开始分离 要进入中阴身状态的时候呢 你念佛的力量会非常大 不然试试看 你们自己做一个实验 你感冒的时候 头痛啊 发沙 哎呀 哎呀的时候 你会念得出阿弥陀佛吗 有人说 阿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痛啊 阿弥陀佛 累啊 阿弥陀佛 请问 好 假如你能可以念 很好 睡觉的时候 你可以念阿弥陀佛吗 睡觉梦见一个 一只鬼来追你的时候 可能阿弥陀佛 你就念不出来了 一般人也有人说 有一种经验 被鬼压的时候 你念阿弥陀佛 就念不出来 所以那何况临终呢 这个主题 我会保留在最后 倒数第一次跟第二次 在西方合论里面 归纳十类修行方法的时候 我会讲 念佛怎么念 所以 你真的要平常用功念 不要以为说 一念到十念往生 很容易的啦 不要太骄傲 也不要太狂妄 我们无量节的业力 是很可怕的 好 那现在请看幻灯片 47院 文明得人院里面 有讲 一二三忍 这个比较深 我们先看讲义 55页 第十行 请看 无量寿经 菩提道场 第十五 若有众生 堵菩提树 闻到 微风吹动 七宝杭树的声音 闻到香味 尝到树上的果味 或是身体 碰触到树的光影 念头念到这个树的功德 这里的树 你可以加一个 诸解是指菩提树王 在普贤行愿品里面讲 发菩提心 往生以后 你会看到菩提树王 所以这个树不是人间的树 你都会让你得到六根清净 眼耳鼻舌生意 对色身相畏触法 而且你所有的念头 都是清净的 我们凡夫这里 我们每天从早到晚 我们的眼耳鼻舌生意 对外面的境界 都是肮脏得多 染污得多 清净的念头 真的很难生起 所以这个世界 修行的人很辛苦 可是极乐世界的人 六根得清净 没有各种的烦恼跟过患 所以他很快地 可以从一念顿超 跃到八地不动地菩萨 助不退展 而且快速成佛 所以 所有的诸佛菩萨 只有一个愿望 怎么样赶快赶快帮你成佛 那西方极乐世界这么好 你为什么要排斥呢 接下来再看 由于见到笔数的当中 可以获到三种忍 一 音响忍 二 柔顺忍 三者 无声乏忍 好 让我先把经文讲完 我再回来讲这三种忍 佛告诉阿南 西方极乐世界的佛国土 为什么花 水果 树木 都可以帮助众生 做广大的佛形事业呢 这是因为阿弥陀佛 因地里看到 所有的众生修行 很辛苦 而且众生修行 在六道轮回里面 都是这样 头出头末 也就是说 简单的讲 淘汰率太高了 过去生 你可能是天人 来了人间享福了 享了福的时候 你就造业了 造了业以后 你就堕落到地狱 恶鬼畜生了 在苦难的时候 你还记得念 南魔大悲观世音菩萨 然后又来人间了 到了人间以后 学了佛法呢 也是这样子 七七八八地学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 其实我们在六道轮回里面 都住过 我也是 释迦牟尼佛在本圣经里讲 我们都在轮回 六道轮回里面住过 可是我们都忘记了 所以事实上 在不敌道上 真正讲要成佛 三大阿僧集结 无量无边阿僧集结 要成佛 真的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所以贤截千佛 释迦牟尼佛 是第四尊佛 各位 我们贤截千佛 排得上吗 暂时可能排不上 要排后面一点 对 所以你真正要成佛 是不太容易的 就是因为不容易 所以阿弥陀佛才创一个极乐净土 让你呢 看到东西 听到声音 闻到香味 吃水果 吃七宝里面的播饭 通通都在修行 所以混得很凶的人 一定要去极乐世界 真的 我告诉你 beasy and lazy的人 更要发愿去极乐世界 为什么 来生你会不会遇到佛法 都很难 就算你遇到了佛法 你会不会这么精进修行 你不要问 你是真实的问 从早到晚 你能不能正念分明呢 很不容易 所以阿弥陀佛 想尽各种办法 极乐世界的设备 art desire 或是各种的设计 就是要让你学习佛法 所以 见到树木 你可以获得三种忍 再看下面幻灯片 请看红色的字 此阶无量寿佛 就是阿弥陀佛的 微神利固 因地他的大悲愿力 四十八愿故 而且他要满众生 所有一切的愿望故 而且他希望你 成佛的菩提道上 是明明白白 兼顾不动的 不要退道心 而且到究竟 无上成佛故 所以真的阿弥陀佛 是很了不起的 太了不起 值得十方诸佛 敬畏来记的赞叹 十方诸佛 敬畏来记的弘扬 这是讲这三种忍 他主要的功德 好 关于这三种忍 有很多的经论 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看 黄念族老居士的 《无量寿经》注解 在《十五品》里面有讲 简单地说 这三种忍呢 是配合华严经的实地 这三种忍里面 我讲简单一点 第一个忍 注意听 忍不单单是忍入 这里的人不是这个意思 不单单这样 比如我们这个世界 今天有个脸友问我 师父 我们在梭博世界 可好修忍入波罗蜜 可能西方极乐世界 很难修忍入吧 什么都很清净 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 其实你不了解 忍入 它的深的意思 忍入 有很多意思 第一层 是遇到人的逆境 比如人家骂你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对不对 你心能忍 你不能忍的话 你就骂张话了 你甚至要报复他 对不对 第二个 遇到事情逆境来的时候 老板或你的同事 故意找一个麻烦给你 讲你的八卦是非的 你的心也很不愉快 你也很难忍 对不对 所以对人你要忍 对事情要忍 天气热了 没有L condition的时候 也要忍 对不对 环境你要忍 这个是最浅最浅的意思 可是忍了以后要消化 很多人呢 忍 忍 忍 最后就火山爆发了 Vacano 夫妻吵架的时候 忍 忍 忍 下次骂他的时候更毒 这个不叫忍入波罗蜜 忍不是这个意思 忍是什么呢 注意听 心安住在法上 如如不动 才叫做忍 忍入要跟波罗蜜相应 要跟空性相应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虽然都是清静的 一样可以修忍入波罗蜜 而且修得更快的 他知道空性嘛 所有极乐世界东西都是透明的 你更能够修安忍波罗蜜 所以忍是指心安住在境界上 如如不动 这个才叫忍 不然怎么叫忍入跟波罗蜜呢 一般人只有忍 没有波罗蜜 没有智慧 好 那在这个忍当中 他举了三类 第一个叫音响忍 音响忍是什么 是指声音的刺激 第二个柔顺忍 是人家对你特别的好 让你觉得很愧疚 第三个叫无声乏忍 我先解释意思的意思 这三个我要讲的话 我可以讲三天的 但是我尽量简单一点 有空你可以看 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 第一个叫音响忍 举一个例子好了 举个例子 你们可能会比较体会 各位在新加坡都有搭MRT 对不对 有时候呢你下了宫 哎呀我今天要念 铺贤行愿品 快念啊 突然呢 呱啦呱啦上车呢 有小朋友在那边讲话 有一对情侣呢 叽叽喳喳的在讲 你真是生气的 哎呦 刚下宫而已 怎么这么吵啊 你看你就动了烦恼了 你外面的声音就干扰你了 对不对 还有呢 有些阿嬷呢 回到家里呢 带孙子 孙子很吵啊 念佛啊你知道吗 他就会骂傻尊子 其实表示你的心根本没有功夫 声音干扰你的心 所谓的音响忍是什么 举个例子 你现在想要念谱贤行愿品 你就让他讲嘛 学生下课了你就让他讲啊 你听得清楚 但你不会影响你的心 你的心专注在念谱贤行愿品 我在念佛念咒 当心安住在法上的时候 你会觉得外面的声音啊 你听到了 但它不会干扰你 这叫做音响忍 了解吗 这是很深的意思 再举一个例子 新加坡有时候下午会下雨 假如你下午确定要去 新加坡机场接机 接一个你多方 多年远方来的朋友 只有你开车啦 开车的时候呢 虽然下大雨 你看哎呀糟糕 还有一个小时就要接机了 可是你还是很勇敢的往啊 机场开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有挡风玻璃罩住你嘛 外面虽然有下大雨啊 可是你不会怕的 因为你要等你的朋友 接你的朋友嘛 用这个辟喻就是说 外面的声音就像狂风暴雨一样啊 可是这个车子就像你有 戒定会的功德 你的心呢 就是那个driver啊 你还是可以放着佛号 很安详的呢 在下大雨当中去开到机场嘛 这个叫做音响忍 听懂吗 各位你到底有听懂 还是没听懂啊 还是睡着了 这是讲三摩地 大家都入了睡眠三摩地 这是有点深 不过我尽量用碧玉让你去了解 所以 因此真正念佛的人注意听 下次呢你碰到声音的时候 你说太好了 我就用这个声音来练习我念佛 有没有功夫 坐在MRT里面呢 年轻人积极让他讲 你就让他讲 然后你就抓着念珠 不要出声音 念阿弥陀佛 刚开始你可能还是会被声音影响 可是你念久了 你会觉得 哇 我念头很清静啊 整个MRT里面 吉利呱啦的讲话 我知道声音 但声音不会干嚼你 恭喜你 这就叫做出功夫的音响忍 你真正修到了 这样子的话 下次人家骂你恶口的事 哎呀你这个人哦 胖得真像猪一样 猪也是空性的 好 比如说看这里 先看我 叹 你看 声音就慢慢没有了 叹 它就没有了 当我隐镜跟隐镜的锤碰撞的时候 音源产生的它就有个声音 声音从哪里来 你看不到声音 但是你听到声音 可是你可以看得出 你现在抓 声音 假如这个声音真的在的话 我告诉你 它就会在这边 哼哼哼哼哼 整个大殿都是哼 那我告诉你 24小时呢 环境念佛堂 都应该是这个声音 可是声音是会变的 所以声音是 因缘和合的 来 恰一棒大 thing 大聲音 好 你看 听到了吗 听到了请的声音吗 可是你看 ć的声音 它会结束的 它是空性的 假如庆里面塞满了东西 它是不会敲声音的 再敲一次 所以用庆来代表空性 因为里面空 所以它才会敲得出声音 这叫缘起性空 谢谢 掌声鼓励一下 所以我们常常受外面的声音干扰 所以你的心非常的波动 甚至外面没有声音 你的心里也会脆脆念 脆脆念 比如说再举一个例子 捷运 你上车的时候 新加坡也很有秩序 可是我有看到 有些其他国家来的人 上MRT也不排队 突然踩到你的时候 你就非常不高兴 然后你就这样看着 你嘴巴没有讲 你心里讲 主八戒 不排队 不懂礼貌 没水准 不受教育 你念很多啊 了解吗 外面没有声音啊 你的心里非常多的声音啊 是不是呢 所以你看我们的心有多乱 了解吗 所以下次教你 碰到声音 不管好的声音跟坏的声音的时候 你就要感谢他 声音是空性的 我现在就用来声音 来练习我自己 可不可以念佛 比如说 新加坡也有很多大楼 在做construction 工地 有一次我就住在基金会 奖金晚上 快要傍晚的时候 我先去晚上要奖金 傍晚的时候 他真的在做工 结果讲完经 还在 那时候我想 好吧 我就来念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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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搭了一个小时 我念了一个小时佛号 我的心很清静 我很高兴地跟你分享 师父不是炫耀我修 我是告诉你 那一个小时里面 我没有生烦恼 那一般的人呢 遇到声音的时候 好吵啊 我吵从哪里来呢 这个叫音响忍 心如如不动 不受外面的音响 而声音而影响 这是这一个 第二个叫柔顺忍 好 刚才呢 音响忍是指逆境 不管好的声音 跟坏的声音 第二个柔顺忍呢 是指呢 人家对你太好啊 那也很麻烦的 对不对 有些联友呢 就说哎呀 我对你很好啊 对不对 我举一个例子 我多年前在 中华佛言所有个同学 我不要说他的名字 管故事 他非常的热心 热心到过度热心 他煮东西要给你吃 你不吃他会生气的 他常常心红大法师 你辛苦了 我特别去买个果冻 我还自己熬的 来 吃 我说等一下再吃 我放冰箱好吗 我现在在忙 不可以 现在就吃 接下来呢 第二天一大早 他就会打肆虐电话 哈喽 法师早安 你吃完了没有啊 晚我要拿回来 我再做第二个给你啊 哎呀 真是阿弥陀佛 胃肠实在不太好啊 柔顺忍啊 人家对你太好 你也要忍啊 而且你不吃 他还不高兴的 我真的就有这样的同学 我最后跟他讲 大慈大悲悯众生 你不要做给我吃啊 你做给别人吃好不好 我胃肠不太好 你胃肠不太好 我明天买胃肠药给你吃 答案是什么呢 他不太会修制他交换 他是很热心的人 他真的就是用自己的方法 帮助众生 而且要所有的众生 都接受他的方法 对不对 这个呢 叫柔顺忍 很难哦 刚才讲逆境也要忍 顺境也要忍 那最后怎么办呢 我学聪明了 他每次送来的时候 我就偷偷分几半 我叫我同学 帮忙吃 吃就是功德啊 然后我也跟他讲 后来我写了纸条给他说 谢谢你 其实你不用那么麻烦 我真的不需要那么多 对不对 他后来还不太高兴呢 你这个大法师真难伺候呢 我夏天还去那边买果冻 我还煮了还给你吃呢 那你说碰到这种情况 你也要忍啊 对不对 心要能忍啊 也要生欢喜心 也要慢慢沟通 最后呢 他就不理我了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他找另外一个人 来换你吃 所以请问 这个娑婆世界 是很难修行的 假如你懂佛法 在这么多顺境跟逆境当中 的确你修一日的功德 胜过于他方世界 这是的确的 但是你要先问你自己 你真的有这个功夫吗 不容易 所以佛在赞叹 在观无量寿佛经说 末法时代能念佛的人 就在人中的分陀利花 像白莲花 五浊二世里 有这么多的内有烦恼 贪嗔痴 外有恶缘 各多的恶友 在这个当中 你还真正修行的话 你真的是像莲花 出无泥而不染的莲花 所以我们把这个修持的功德 是可以回升到 回向求生极乐世界的 所以第二个叫柔顺忍 第三个是指八地 不动地菩萨的无生法忍 简单讲无生法忍 就是了物的法 是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 就像你念的心经 金刚经 般若波罗蜜经一样 他不但讲经验 修持还证悟到 八地不动地菩萨 所以我们为什么 要发愿去极乐世界 请把无生法忍发起来 各位联友 希望从今天开始 你要发一个大愿 大什么愿呢 你每天都在佛菩萨面前 催催念 催催念 对不对 求这个 求这个 你还要加一个愿 愿我跟一切众生 找正无生法忍 我再讲一遍 愿我跟一切的众生 找正到八地不动地菩萨的 无生法忍 因为你发了这个愿 所以将来你往生的品位 会增加 你虽然现在还不容易修到 空性般若波罗蜜 但是你先要有这个愿 就像我们还没有成佛之前 都要发四弘誓愿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段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程 为什么要发愿 愿可以产生愿菩提心 它可以让你生生世世 是一个走个正确的目标 而不会做错 但是你现在的确没有办法 度无量的众生 但是你慢慢学 你不能说因为不读众生 好 我就不发这个愿 不要这么两极端 你也不要因为说 哎呀 我现在发了愿 可是做不到 我觉得很惭愧 也不要挤 先发愿 愿才会推动你 生生世世度众生 所以要发四弘誓愿 同样修净土的人 你要加一条 愿我及一切的众生 早日正道 无身法忍 广度众生 请你写下来 这是我要讲这一愿 讲这么多 这个很重要的 无身法忍是很重要的 八地不动地菩萨 当你往生的时候呢 就是阿弥陀经讲的 众生生者 皆是阿皮八治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大愿 好 接下来再 我讲一段 问题呢 我明天再回答好了 再看 五十七页 宋义 五十七页 第四行 让我先讲一个段落 宋义二十六 我居饱岔所有菩萨 入平等总持门 平等刚才讲 平等心 对不起 我要暂停吗 不用 你要通知我一下 不要录完以后 你跟我说 师父我们录到了空性 那我就麻烦了 谢谢 好 谢谢 进入平等心 而且总一切法 持一切意的总持法门 接下来再看三十一 所有一切的众生 闻到我的名号 做宝树下 就正得无声法忍 请把无声法忍画起来 所以你要快速地从凡夫 正无声法忍的话 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其中一个最快的方法 就是发愿去极乐世界 因为在这个世界 你要正无声法忍 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至少要修一个 阿森奇节的功德力 而且深深适适 像释迦摩尼佛都不退心 你才会正无声法忍 有些经论还说要两个阿森奇节 所以无声法忍是很重要的 成就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接下来三十三 世尊我得菩提 成正觉以 所有十方一切佛刹 身闻菩萨 闻到我的名号 正无声忍 你看又在讲无声忍 请画起来 成就一切平等善根 对一切众生都有平等心 助无功用 无功用这个很深 简单的讲就是 你每天都很用功 可是你却不执着 有功德可得 就像金刚经讲 释迦摩尼佛发愿度 一切的众生入无于涅槃 可是实无一众生得度者 实无一众生得度者 就是他没有执着 有众生可度的概念跟功德 不像有些一贯道 拉得越多人 先搬排得越高 其实这个是有所为的 有所求的 佛教讲般若波罗蜜 是叫无功用道 无功听好 不可以解释不用功 你不要拿这句话 师父我们可以不用功了 不是这个意思 是你每天都很用功 但你不执着 这个用功的功德 这叫做无功用 心安住在无功用道里面 你自然就离开各种的家行 就不执着 不久你就证得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看三十六院 世尊我得菩提成正觉以 所有十方一切的佛刺 闻到我阿弥陀佛的万德鸿鸣 即时就正得一忍二忍 乃至无声法忍 那这里的一忍二忍你可以刮胡 就是华言经讲的一地 二地 乃至于到八地 乃至到十地 无声法忍是八地 不动地菩萨 也就是你们念阿弥陀经讲的 众生生者皆是阿皮八至 最后一切往生极乐世界的众生 都会成就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好 先看几张幻灯片 因为我准备得很认真 我没有给你看 我觉得不太甘心结束 请看一下 这就是往生极乐世界 莲花化身 好 看正中间这位 就是上品上身 正到无声法忍 所有的诸佛菩萨都会赞叹你 莲花化身里面是有很多 在正中间 这个是上品上身 就是正到无声法忍 莲花是你有 因就代表六度波罗蜜 当你相信了净土法门 信愿形 极乐世界就有一朵你的莲花 你用功修持 它就会越来越庄严 上面刻在你的名字 万一你改了法门 不去极乐世界 很抱歉 莲花就枯萎了 因为你根本不想去 甚至还有些棒法的人 他的莲花也是枯萎的 所以极乐世界 这七宝石莲花当中 它会莲花化身 正中间这位是出家的菩萨 所以他是上品上身 正无声法忍 好 接下来我有一个功课 请看五十七页 虽然是明天奖金 请各位预习 从五十七页 一直到六十二页 多一点好了 五十七页 欲习到六十五页 接下来我要正式介绍 的是 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 我已经全部都讲完了 事实上阿弥陀佛的大院 是讲不完的 三天三夜 无量无边节 都是讲不完的 可是我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往生极乐世界 有上 中 下 三品 所以从明天开始 是介绍三倍往生 第二十四 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 我全部都讲完 今天告一个段落 可是我觉得 假如你知道阿弥陀佛大院 虽然这么殊胜 可是接下来怎么修呢 你一定会问 所以请看五十七页 往三倍往生 是讲他的果 第二十四品 再翻到六十二页 往生正音 第二十五品 是讲他的音 为什么 他要先讲果 告诉你 极乐世界很殊胜 接下来 再告诉你要修什么音 所以六十二页 是往生正音 是第二十五品 那从五十七页 到六十五页 希望你每一行都看 因为这两品 非常的重要 所以多种版本 我都会尽量详细地讲 简单地说 先请你要预习 先让你看几张幻灯片 下背往生 往生的众生 无量无边 可分为上中下 当然每一个众生 都是从七宝石 莲花化身而出来的 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的图里面 下背往生的 大部分都是在地板上 莲花化身 你可以看到 这里面呢 中间有一个如意宝 旁边画起来有小朋友 我上次说 这个小朋友 其实是方便说 他是画他往生以前的 这个记忆 你看有初加重 再加重 其实莲花化身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是 三十二项 八十种好 这是下背往生 再看 中背往生的人 就会在阿弥陀佛 跟观音菩萨旁边 继续修行 听闻佛法 有菩萨众 也有生文众 这是中背的功德 接下还有上背的功德 看 上背的功德 可以飞在天空当中 你看 阿弥陀佛光中化佛书义 很多的菩萨 也坐在虚空里面 听经文法 也就是说 因为众生的功德 深浅不同 简单讲 上中下 在观无量寿佛经讲 三背九寝 其实 上中下 每一倍呢 在分上品上身 上品中身 上品下身 其实这还是分类说 事实上西方极乐世界 是无量无边的品味 但是释迦摩尼佛 为了教我们 这个地球的众生 总是要归纳说 所以叫做 九品莲花 事实上极乐世界 是不止九品的 是无量无边的品味 所以上辈的众生 是可以在虚空当中的 举一个例子 你可以看到 他住的宫殿 就在虚空当中 所以 那功德差在哪里呢 明天再讲 请不吝点赞 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